我们继续来看中东局势 也牵动到了台海局势 因为台海各方现在 也必须要高度警觉 不要让局势升温 根据日本的产经新闻报道 日本方面将会加强 西南地区的国防 把目前一个普通科连队 增加为两个连队 而在兵力的人员增加方面 部署的方式会从现在2500人 要增加为一个3000人的规模 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第15旅团 要升格为师团 而这个司令官将会由 陆军的将领来替补 那么相当于少将 升格为陆军的中将 这样的一个位阶 这个规模虽然比起 一般日本的师团 就是大概4900人到7700人 这样的一个规模要小 但是因为层级升高了 所以他跟在冲绳 美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的司令官 也就是中将 现在升为都是同一个 这个将领的层级 现在看到的是 日本现在要升格 防守西南群岛的部队 我想请教永藤顾问 您觉得在战力的部署上 会不会因此出现 有什么样的一些调整 当然会有一些提升 因为首先就是说我规模 我原本是2500人 现在变3000人 然后我的这个 一个普通科的连队 变成两个连队 然后除了这个一般的步兵 步兵部队之外 我还一定会相对应的 在通讯 设施 后勤资源等等 这些也都会加强 所以它的战力一定会提升 但是就是说战力会提升多大 弧度我想也不会太大 毕竟因为你是2500人 就是增加500人 增加500人 但是它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这是日本在做一个 宣誓性的象征意义 因为事实上距离 2026年还有两三年的时间 那么我宣誓就是说第一个 我把我原来我是由陆将补的 这个少将缺 我升格为中将 那我刚好可以跟 这个美国的海津陆战队的 第三远征军的斯蒂冠中将同阶 所以未来我们是两个同阶 一起来合作 就说我跟美国是紧密的 在军事上要配合 所以就说他还有事 就是美日有事 这是很重要的宣誓意义 第二个就是说 表示说我重视 我重视这个我把这个西南群岛的 自卫队把它提升它的层级 增加它的源额 是表示说我重视这个台海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我们来看到国会的下一月 他们的国防委员会 最近就发布了一个报告 就是印太区域相关报告 在24号发布的 其中提到了台湾的次数 有多达40次 主要在这个报告当中 国防委员会是要求英国政府 还有武装部队 以及盟友伙伴要协调一下 那么因为他们认为说 中国与台湾之间 未来几年内可能会爆发冲突 所以应该要提前为中国大陆 有可能一系列的对台行动 拟定出一个反应计划 他们也认为台海是现在 包括了俄乌 包括了这个中东 印太地区现在最迫切 令人担忧的问题 但是说到要及早制定反应计划 我们听到了反应 就是你怎么去反应 应该是说国会要求政府 是要先想定包括英国的海外企业 跟相关的人员 到时候万一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 要怎么样保护撤离相关印措施 倒不是说只指军事方面吧 大使你怎么看 我想任何国家的国会的行为或言论 或者决定 只是我想讲得比较直白一点 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就好 不必当真 因为它不是执行单位 但这个事情有两个背景 第一个 英国最近跟英国跟中国的关系 在一个很微妙的阶段 由于现在英国换了新的首相之后 所以英中关系进入了一个 算是一个深水区 有一个事情在今年3月间 发生一个就是所谓英国伦敦那边 他们说是军情五处 我们看军情六处跟CIA的合作 什么今天主要 在军情五处 在今年3月间 听说有两位英国的国会 就是国会的研究员 被帮中国进行间谍的活动 的罪名被逮捕了 被逮捕 这是对英国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那么后来这两个被释放 被保释了 这个事情让英国觉得很不爽 对中国很不满 后来就在上个月 9月间 在印度举行G20的峰会的时候 新的首相苏纳克 他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新伟城 辛苦的新 伟大的伟 很诚实的城 不知道谁给他取中国名字 新伟城 新伟城在G20的沙美峰会就说 他提到对中国的间谍行为 或者台海的禁委 他去把这个关切 可是新伟城又加了一句话 他说他还是主张对中国进行一个所谓开放式的对话 是必须的 希望能够增进跟中国的关系 所以紧接着 当然就同个时间 在8月底 英国的新的外相 叫James Cleverley 克里夫尼 英国外相 8月底访问了北京 跟王毅进行会谈 所以这是他们说最近5年来 英国首次一个高阶的内阁官员 去访问中国大陆 表示英中关系再一个又在沟通 又在进行一个一种很防范的态度之下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 所以他国会来 透过这个决议案或怎么样进行研究 也说闭门会议 外人也无法查证到 你能不能再搞什么东西 那另外一个背景就是说 在这个这个世界局 英国这样做是给美国看的 因为美国拜登 一直希望英国能够加入 所谓美国这个组合权的 板中的联盟 其实最近也看到在美国 这个拜登呢 其实他最近当然行程非常的忙碌 飞了一趟中东 以色列之后呢 回到美国之后呢 就接见这个到美国去访问的 澳洲总理爱班尼斯 双边也举行了会谈 那么再次的也重申说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而且呢是反对片面改变现状 呼吁在没有威胁与不使用武力 与胁迫的情况之下 要和平对话 特别提到dialog 对话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当然这个也提到了以巴 就是以哈冲突 现在的加萨危机 那特别拜登也强调说呢 他认为目前在加萨的这个危机呢 应该是有一条通往和平之路 这当中包括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各自成为独立国家 并且让以色列顺利的 融入阿拉伯的邻国当中 大家一听就觉得 这不就是中方现在 也一直不断在强调 回到这个两国方案吗 怎么解读拜登的话 是这样 其实两国方案这件事情 美国的立场一直都有 但是呢是以色列不要 因为以色列其实之前 他的前总理 田娘子 他说过 他说 巴勒斯坦如果放下武器 他们就可以建国 而如果我们放下武器 我们就会灭国 所以其实他一直在讲 就是说这个 两国方案其实以色列一直都是持反对态度 那美国当然是尽量去推动 但是我们讲说那跟台海之间 这一次其实澳洲总理去跟拜登见面 他其实是因为之前在今年的应该是七月份的时候 其实美国的国防部长跟他的这个国务卿 已经跟澳洲的国防部长还有外交部长有见过面 他们四个人有见过面 那谈的内容呢其实也都是包含了这个台海的稳定 南海的稳定 菲律宾整个渔船的相关的一些事情 还有包含了就是说中国大陆对于这个部分 南海的部分 他有一个扩张 希望能够做一些就是叫你中国大陆不要再继续片面的改变现状 从两次的内容来看的话 其实他们这一次见面其实就是把7月30号的那部分 再把它延续往下讲 当然先把这个以哈的部分先放在前面 后面还是要提到 但是问题是这一次似乎讲的内容比上一次要来的少一点 原因是因为澳洲总理即将要去北京访问 所以他讲的范围比当时澳洲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跟美国国防部长 还有这个国务卿 他们共同发表声明的内容来讲 范围是小了很多 美澳对台海和平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他们强调是用对话 可是回到最现实的问题 目前看不出有任何对话的一个契机出现不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两岸要对话 其实还是要看彼此双方两岸的北京当局 还有我们自己的执政党 那当然这个对话的部分我觉得是这样 台湾 我相信其实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在不违反自己党的路线上 其实大家都还是有释出一定的善意 只是这个程度的多少 以及台湾老百姓是否愿意接受 当然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互信基础 我其实常常在讲一件事情 民进党不想对话吗 当然想 但是问题就出在 被跟中国大陆政府没有一个互信的基础 看到美国国防部 最近向国会所提交的 这一份最新的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在这个报告进一步的证实了 中国大陆第一批改进的093B型的核动力导引 飞弹攻击型的潜舰已经正式的下水了 当然这使得中国跟美国还有俄罗斯一样 透过这个潜舰对陆上跟海上目标攻击的能力 已经是具备了 我想请教比佑 这个未来的战略部署上你觉得会是如何 还有这个中国自己已经有了新的核动力 而且是飞弹攻击型的潜舰 你觉得它的在战力上面 攻击能力上面你的了解是 其实像这种新型的核动力的攻击潜舰 它跟战略潜舰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战略潜舰主要的目的 还是去携带非常重 非常大型长射程的弹道飞弹 那种是用在所谓的核子武器上 携带核子武器上 那这种以攻击潜舰为名称的 它比较强调是传统的武器 那包含反潜飞弹或是巡翼飞弹 那这一次093B它最特别的是 它搭载了新型的这个垂直发射管 表示它可以去使用这个巡翼飞弹的时候 它的使用弹性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就变成说以前不同类型的 不同任务的潜舰 它有不同的型号 那这种所谓的核攻击潜舰 它会变成它在使用上 它攜带武器越来越多元的时候 它在跟其他的舰队 水面舰队搭配上 或说它在针对目标 攜带武器的这种组合上 会越来越多 表示说其实很难像以前 我去特别有一种方式去对付 核弹道潜舰或是攻击型潜舰或是什么 它变成是一种综合型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说 我们很难去评估这一艘潜舰它出去之后 它到底是针对哪一个目标 去进行它的活动 所以我讲对美国来讲 为什么它特别把这个提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它攜带的武器 跟这一艘潜舰它本身的特性来讲 是最难去做防范的一个组合 那至少可以肯定的就是说 随着这个新的核动力 飞弹攻击型潜舰已经可以从 就是针对海上跟陆上的目标来打击的话 确实能够大大提升这艘潜舰的威者能力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分析地缘局势 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叫铃铛 这个阶段我们来关心的是立委赵天龄 她的外遇风波这两天 看到是闹得沸沸扬扬 现在还是余波荡漾 主要是因为不单纯是因为外遇事件 现在衍生出的就是 大家在讨论是会不会危及到国家安全 因为赵天龄的外遇对象 后来查出是大陆籍的女子 那当然这两天也看到赵天龄的太太丁雅婷 曾经是她的助理 后来成为她的太太 两个人还有三个小孩 那她这两天在脸书发文说 她当年会选择原谅先生 所以这一次还是会与赵天龄 站在同一阵线 每次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都看到太太出来 帮忙当做这个党箭牌 或者说站在先生的同一边 真的是为太太来觉得 真的是辛苦了 好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25号表示说 在中场会上她说 希望所有的常委 还有包括民进党的党公职 以及全体同志 要莫忘初衷 如果本党有从政党员 言行失序 不符合社会的期待 党中央一定会 言明党纪 现在看到说赵天龄这个事件 这两天大家除了 在讨论她的外遇 特别是她的外遇对象 是大陆籍的女子 而且特别查了她的背景 什么江西平乡人 甚至说会不会是间谍的渗透 被利用被威胁 那最关心的就是 一旦如果真的被威胁 她所泄露的 万一是机敏资料 怎么办 会不会危害到国家安全 把这些资讯交给对岸 那姿势体大 因为赵天龄本身 也是担任过好几届的 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 所以现在看到她 虽然说已经退选 那当然也有外界的分析师 认为这就是一条防火线 顾问怎么看 首先我是觉得说这个 如果牵涉到说 会不会是女方借这个机会 来跟赵天龄拿到所谓的 国防机密资料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不大 为什么 因为她现在还在国防委员会 如果我要她的国防机密资料的话 那我干嘛要跟她爆出来 对不对 那对我是不是就断线了 我这些国防机密资料 是不是就断线了 所以我认为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一看 就是说她这个照片大部分都是女方自拍 那女方自拍的话 那照片一定是女方一定有留一份 也传给赵天龄 赵天龄也有一份 所以不怕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女方爆开来 另外一个是 这个赵天龄他自己也有照片 那他可能传给自己的死党 好哥们 结果没想到也爆出来 当然这是什么可能 我觉得赵天龄应该不会自己留一份 对 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当然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赵天龄跟这个张姓女士 她们是动了真感情 因为十年的念情 就是说我今天假设我真的是在 所谓的豪华至尊会所认识她 如果说只是玩完的话 我大概 逢场作戏 对 我就不会再联络了 可是我维系了十年 而且还为了她 请她来台湾 就是说她们动了自由真感情 所以我相信可能这个女方 对赵天龄也有期待 就是说至少你要不给我名分 至少你要把我当成是你在大陆的老婆 有这样的期待 可能如果是女方报的话 可能就说你最近冷淡我了 你不想处理 所以我就报 所以现在赵天龄退选 大家说是设一条防火线 因为怕一直往上烧的话 到时候影响的是选情 当然是一定要退 因为她本身在国防委员会 当然以我的了解 就是在赵天龄事实上她本身 过去在民进党里面 她是属于对大陆政策算是比较温和派的 就是说她也认为说应该要 这个对大陆要了解 然后要勇敢蹊进 所以她 我认为她们会在昆山 假设这个查证是真的 就是说这位张庆宁一指 她唯一的工作记录 是在昆山的那个高级的会所 那应该是赵天龄到昆山去看台商 我了解赵天龄跟台商关系是不错的 因为赵天龄是还蛮重视两岸关系的 这个和平跟稳定的 OK 那所以可能是在昆山的时候认识这位女子 发展出一段感情 好 现在针对这起风波 那么就是看到说法非常多 其中就包括我们现在在聊的 会不会是遭到渗透 甚至有可能有泄露国家安全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昨天也跳出来 特别由他们的发言人这个朱凤莲 表示说大陆的立场非常明确 不会介入台湾地区的选举 因为人民不希望看到 私得有亏的人是为自己服务 所以特别要强调的就是 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不是大陆在后方有一些操作 我最近也看到像是富士康茶税 还有包括先前的香港的反送中 更早之前还发生过周子瑜的事情 其实也看得出来 关心台湾的选举 确实中国大陆一定会关心 但是你说会不会到介入 这个目前是没有任何的证据 可以这样显示 可是台湾的媒体上报 则直接点名 他们就说 查税富士康是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 陈文青直接下的命令 那怎么看这件事情 国台办又为什么出来主动撇清 邵大使 事实上今天这个大陆设台事务 事实上我的了解是 已经不只是国台办 很多其他部门都有设入 像这次所谓根据上报的报道 他点名 所谓这个事情是从政法委书记 陈文青直接下的命令 我个人不能做为上报的报道 做任何的承认或查证或反对 可是就我了解了 这个事情 我不晓得上报的消息从哪来 但就我对个人 对大陆的政府的组织的架构来看 了解了 这个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他之前有个很有趣的职位 是国安部的部长 他国安部的部长卸任之后 就被升为这个政法委书记 他把他的副手 原来的国安部的副部长 升为现在的新的国安部的副部长 叫陈一新 那么所以 对新的部长 对国安部的部长陈一新 这过去陈文青的副手 但这个事情是不是涉及到 国安部跟这个 所谓台湾这些政治人物的 相关的事情 这有待去查证 我不便做任何的揣测 但是我想 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大陆涉台事务的 这个国台办 反而只是一个行政转达的 一个文件单位 那国台办 事实上有人传说国台办 对台事务的影响力 在中共中央内部的影响力 已经慢慢的降低于 其他相关的部会 这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因此我想朱凤莲 跳出来讲这句话 就避免台湾部分 或者外界揣测 国台办在幕后的 这个黑手在那边搞 国台办事实上 他们也没有这个时间 也没有这个能力 更没有这个授权 所以此对于 对台湾说来讲 尤其现在这个赵天霖 赵天霖不是赵天霖 赵天霖他呢 事实上这个事情 我想赵天霖不是 不是今年的 2024的这个选举的人物 不是他要脚 他并不是 但而且呢 但是郭台铭当然不一样 两者性质不同 但我想这个事情呢 当然赵天霖的世界 是很不幸的 但中间是 比如说是他们 是不是党内内部 或者是其他机构 或者是派系的斗争 派系的斗争 这个倒有在观察 好 我进一步请教一任 因为大家关注的说 除了他的外遇事件 就是把它当成是 你说是八卦 这个部分 其实私德的部分 我们不聊 可是大家会在 这几天还在 于波荡漾的讨论 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了 万一有国家安全 被泄露了 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大 而且这严重的程度 可能不只是在赵天霖的层级 所以你怎么看呢 因为现在国台办方面 是严正否认 就是跟此事无关 是这样子 第一个我觉得 可以非常肯定地讲 这一次应该就是 陈文青直接下令 因为我会用 比较肯定的方法 原因是因为国台办 他没有能力去调动 全中国大陆 在这么多的地方 从税务到土地 都可以去 因为这一次的富士康 他不是只有一个厂 他是好几个省 好几个厂都统一的被说 要做一个盘点清查 这不是国台办 他的权限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认为 应该就是国安体系 才有这个可能 政法委书记才有这个可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放出消息的地方是 环球时报 相对鹰派 具体后续他犯了什么法条 他的法则 都还没有公布 所以有可能他只是放一个消息 后面会不会法也不确定 所以我认为他其实就是 就是一个敲山政府 那敲山政府的话其实 就是国安系统最喜欢做的事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大陆有没有介入台湾选举 大陆说没有 美国有没有介入台湾选举 美国也说没有 然后日本有没有介入台湾选举 日本也说没有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会说没有 至于有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 台办确实就如同刚刚赵大使讲的 这个他对于台湾的工作 其实越来越限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有没有要敲这个郭台铭 郭台铭一直以来都不是走台办系统 这一点我觉得必须 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了 就是说他长期在中国大陆 他是绕开台办系统 会走台办系统的是友台 就是对 另外就是这个蔡 所以台办不会直接去点到郭台铭 所以我认为国安系统出来去点他是有可能 那原因当然我们都讲了美国希望要他出来搅乱这个局 然后让赖清德顺利当选 那中国大陆不希望 那这就是大家有这个传闻 好 现在看到就是回到赵天龄的部分 赵天龄他是宣布退选了 那么他的选区就空出来了 所以看到就是说海洋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那也是资深立委 他是前立委 管碧玲 他就说这个包括他点名了三位 民进党的高雄市议员 像黄杰 郭建盟 黄文毅 因为他说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选区 所以比较了解选区的看法 所以外界也都知道他的心意 这个选区赵天龄出缺了以后 现在民进党在高雄的这一席位子必须要拿下 他们也认为说责无旁贷 可是在这选区有看到郭备宏 也就是前民事的董事长 根据风传媒的报道说 郭备宏具有超能力 就是在财力雄厚 在地方上有许多的志工帮忙跑动 同时也会定期举办活动 在脸书上更是下广告 很多台北高雄在外居民都看得到 原本赵天龄面对他来势汹汹步步为营 现在赵天龄宣布退选 郭备宏对民进党来说 威胁实际是非常的大的 现在高雄的这一席会怎么选 目前来看其实就我所知 因为很多人选都提出来了 那也有人主动请英出战 不过目前中央党部应该是 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郭备宏他现在更鲜明的台独立场 所以呢民主大联盟就不考虑 我觉得绝对不是 这跟政治立场 就是说以统独立场来考虑的话 我觉得本来就不是优先考虑的一个事项了 那在其他条件上更不符合 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最好就是被淘汰的一个标的 不过现在你怎么看 虽然这个你是在新北市 可是我相信党内应该会针对这个选区 现在突然赵天龄退选了 那现在国民党方面那个是陈美雅 陈美雅 陈美雅我这两天看到的报道是说 他的选群就因此而看到 比较一定会的 一定都是这样的 那所以现在民进党如果真的要推派人选的话 可能也是赶快要在最近要决定了 很快就要决定 因为其实比登记的实验也比 而且更好是里面有几位人选他并不是本选区的 所以他可能继续要整合其他人的意见 是不是共同来支持 不然我觉得这个选战会很难打下去 那如果是征召的话 如果不是本选区的 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